柯震农父亲满意Elva 姐弟恋也没关系 诶 强力代步 女希腊是哪来的漂派中年大叔 这阿芝西就是五棍阿东的帅气老爹 苹果作案之际 她在东西自家服饰店坐镇 身旁着短发女就是柯妈 看来这对潮发潮妈共同兴趣 应该是滑 手机 正当合了融融食 这种来的 阿东跑完通告也现身 并愿立马上前告状 既外面有埋伏 赶快拍啊 这不就拍到客家友人大蛙鼻孔 阿咪西大 是阿东转过来给狗仔来个大正面 多么的贴心啊 只是这家人吃饭有够包容 阿东闪给狗仔的白眼没少过 但该问的还是要问 郑董好 你今天陪爸妈吃饭吗 没有 他有跟爸妈那个谈到夏小圈的绯闻吗 爸妈怎么说 没有聊到 阿你爸妈知道你跟Alva的绯闻吗 还有看到新闻啊 他不会拍摄我做任何事情 相差12岁也没关系吗 爸妈不接你 等我喜欢就好唱 阿东有够小气呢 不肯多想之后回头请教客家爸妈 妈妈知道那个 亚动恋吗 快笑的柯妈 闪得有够快 幸好柯爸爸很大方 有看过Alva吗 我们之前在 我跟客人都在那个 迪斯利 迪斯利 对啊 跟女姐喝过酒 生长的女朋友 好 事情发生之后 有直接接过面吗 传播服务就没有 那觉得Alva怎么样 很好 以后是很难讲 会不会就是以后在一起 你会反对吗 我不会反对 所以他假如有一天 就是带Alva给你看 他回来给你看 你会很尽量吗 会啊 因为这些小孩子 他们喜欢 喜欢就好 对啊 喜欢就好这样 真的 是齁 所以姐弟恋也没关系 姐弟恋也没关系 她开20岁 真是乐观其成嘛 就还OK这样 对 可把不只穿的潮绫 想法也很长 一路笑脸跟公仔聊天后 听我说 手牵手 跟我一起走 穿着幸福的生活 你看看 你看看 老夫老千还牵手回家 幽默又这么甜蜜啊 苹果的新闻 阿东跟老爸多学学啊 报道 公仔員 以前是学习的 本音乐 做失败的